靠近亚洲的最南部 十一万五千平方公里海域里 一千一百九十二个岛屿 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坡 浪漫的海水 蓝色的节奏 三十五万国民 笑容是他们不变的表情 两千五百年的传承 时尚与虔诚并存 历史留下最独特的船只 穿行不息 一切诗意背后 是马尔代夫与众不同的故事 这是马尔代夫最年轻的岛屿 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 2002年填海而成 呼噜马类岛日出比北京晚了三个小时 走过清晨的院落 库尔沙是岛上唯一的牧羊人 他面对的二十多只羊 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羊群 羊是从孟加拉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寄口的 像沙特 卡塔尔 迪拜这样的阿拉伯国家 我们的羊都是从那里运来的 库尔沙在两个月前接到领导订单 洗刷干净 绸缎装饰的黑羊 即将成为马尔代夫载生节中祭祀的生灵 马尔代夫 土地资源紧张 牲畜需要进口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这里的载生节大多选用鸡来献祭 一个小时的航行 库尔沙和它的羊来到了呼拉岛 在这个马尔代夫历史最为悠久的岛屿上 许多人一生都无缘见到真正的羊 眼前特殊的礼物 带来的是喜悦和好奇 穆斯林世界的再生节 重要意义如同中国的春节 献祭生灵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仪式 这是呼拉岛第一次用羊祭祀 也使今年的再生节尤为特殊 不足0.25平方公里的呼拉岛上 居住着750人 这里延续的依旧是马尔代夫最纯正的节日传统 今天特殊的献祭 对这位年轻人的意义非必寻常 我的名字是穆罕默德拉什丹 今年17岁了 我是呼拉岛的阿轰 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14个月了 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我相信这将会是我一生的职业 明天是载生节 我将带领全岛的人民一起祈祷 呼拉岛上拥有三座清真寺 拉什丹任职的是最新建成的那座 我为我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 因为我是马尔代夫最年轻的阿轰 但是现在我有一些紧张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主持这样的庆典 就是这个祈祷的祈祷 九百多年前 伊斯兰教被引入这里 从此成为马尔代夫国教 在这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 祈祷结束后 羊最珍贵的祭品 实现了17岁的拉什丹 与古老历史的完美传承 今天我将在人群前杀羊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马尔代夫族 这个国家唯一的民族 人们主要从事的行业 是旅游 捕鱼和船运 今天 伴随马尔代夫传统乐器 博度贝鲁鼓的鼓声 人们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 这是马尔代夫最繁忙的地方 也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国际海域码头 每年的宰生节之际 来自全世界的各种物资涌入港口 人们忙于采购 储备货物 节日喜庆的气氛 从这里出发 遍布整个千岛之国 在马尔代夫 进口维持着这里一切日常所需 我们习以为常的蔬菜 在这里弥足珍贵 它们的价格 甚至是我们平日的近十倍 而一些充满异域风情的食材 在这里却随处可见 这是马尔代夫最大的鱼市场 捕捞归来的鱼船汇聚鱼港码头 市场中的海鱼 80%是金枪鱼和尖鱼 在马尔代夫 每公斤金枪鱼的售价 仅为人民币25元 是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半 丰富的海洋物产 让捕鱼业成为马尔代夫的一个支柱产业 也让金枪鱼成为马尔代夫人重要的食物来源 大海慷慨溃增 马尔代夫人却依然珍惜 鱼骨上剩余的鱼肉从来不会浪费 捏制而成鱼碗 是海岛家庭常见的主菜 鱼骨放进锅里 长达三天的漫长熬煮后 骨汤被制成当地人最爱的佐餐调料 鱼鲁 地处印度洋中部 横跨赤道 马尔代夫海洋的面积是陆地的386倍 以你的热带风光 多彩的海底世界 让马尔代夫成为独具魅力的旅游圣地 也让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有的海上交通方式 马尔代夫最大的造船厂里 一条新船即将完工 每年 这个厂大约会制造45艘船 对马尔代夫人来说 船是他们生活的延伸 也让他们空间变得更为广阔 眼前的一切 在岸边一位花甲老人眼中 却有着另一番滋味 我叫穆罕默德 经营这个手工作坊已经五年了 从那时起 我就独自做一些手工品 我会做许多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这种船 老人正在制作马尔代夫独有的多尼船 这种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海上交通工具 将印度洋中的这一千多个岛屿连接成为一个国家 这个多尼船 我是用椰子壳做的 我会向游客们解释 这样的多尼船 是我们先人设计的 这样他们就会明白 在古代 人们是如何航行 打鱼 或者是在岛屿间穿梭 游客们就会理解 我们祖先的所作所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多尼船模型的原因 多尼船最独特之处 在于尾舵的设计 这源自于马尔代夫人独特的驾船方式 这是船长的位置 他用腿来控制舵 如果他要转向 就把舵转到相反的方向 所有操作都通过腿来完成 在十公里之内的近海 多尼船穿梭于遍布珊瑚礁群的海面 一脚掌舵 驾船者的双手得到解放 让它们可以从容不渝 马尔代夫被誉为珊瑚礁石上的国家 一万年前 这片热带海洋的水下 火山爆发形成了凸起的海底地形 珊瑚蟲依附至上 繁衍生息 历经千百年轮回 死去的珊瑚遗海不断堆积 最终形成礁石 之后就有了这个美国的国家 自然的神奇 带来了暗礁密布的海域 也带来了航道的凶险 此后 体型小巧 吃水不深 操作灵活的多尼船 开始了北往南来 满眼的船只 已成为今天马尔代夫最重要的图号 它们有着多尼船的外观 却不再采用多尼船的工艺 而一艘艘传统的多尼船 被放置在这个国家唯一的博物馆里 展示着一路变更的历史印记 博物馆 收藏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上万件文物中 瓷器最吸引34岁的助理研究员 阿什拉夫 我们布展的时候 会选择最有信息量的 或者最特殊的内建 我们的做法是 首先浏览全部的瓷器 我们会去寻找它们的特点 不同的花纹像什么 了解完全部的信息以后 才拿去展览 这里拥有三千多件瓷器 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尽管阿什拉夫并不能界定 每一样瓷器的准确年代 但马尔代夫与中国的历史友谊 却有着明确记载 十五世纪初 郑和船队曾经两次来到这里 也为这个国家留下了东方的印记 这是马尔代夫时任总统 穆罕默德瓦西德哈桑 在治理国家之余 总统还有着个人的爱好 这些瓷器为我们讲述了 中国和马尔代夫的友谊 虽片本身没有价值 但是背后的故事是非常珍贵的 这是一件很特殊的盘子 这是我小时候家里的 我妈妈曾经用过 我意识到 我曾用它们来喝茶吃饭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 它们竟是如此古老 和瓷器同样进入国家历史的 是马尔代夫绅士 另外的一些组成部分 我认为 中国的瓷器 具有与马尔代夫艺术品 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在马尔代夫 我们有木制的艺术品 比如漆器 这样的工艺 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 图拉杜岛 距离首都马类120公里 每天开始创作之前 钓鱼是七七大师萨伊德 寻找灵感的最佳方式 在这个岛上 人口数量超过2000 它们大多和萨伊德一样 以制造七七为生 这种鸡的鸡名叫瓦斯 它的熊寿命很长 是一种很坚固的材料 它比普通涂料更具光泽 我只知道 它是一种树的枝叶 我的记忆源自家族的传承 我的父亲帮助我 学会了这枚手 智七的树枝来自印度 它能锤炼出萨伊德心中 最完美的色彩 我的工作中用到的最多的颜色 是红色 黑色和黄色 这些颜色对七七制作十分特殊 这样的设计 也是从祖先那里记成的 刻刀 纹路 这是智七的最后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这样的作品 在马类市场上售价250美元 世代传承的技术 为萨伊德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独特的七役 无论材料 花纹 上漆方式 都与中国七役不同 却又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传说六百多年前 正和船队沿海上丝绸之路 来到这里 水手们将七役传入 马尔代夫流传之境 中国民史中 马尔代夫被称为溜山国 意为浮在水下的山脉 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的布局站 千百年来 东方的神秘韵味 阿拉伯的异国灵感 不期而遇 这个国家 也有了海纳百川的情怀 延续至今 清晨 施亚纳打扮着自己 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化妆让我很舒服 不一定特意化哪个地方 但只能让我心情愉快 施亚纳是马尔代夫 一名交通女警 作为马尔代夫 二百六十九名女警中的一员 她将保卫国家和人民 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在这个穆斯林海岛国家 女人们拥有工作的权利和机会 超过了世界上许多穆斯林地区 在我看来 马尔代夫的女性非常独立 她们能很自由地 做出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在工作中 女人和男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经常能够看到 男人女人在同样的地方工作 我们没有那么多礼节的束缚 女性在这里 的确拥有更多的自由 排上思路的繁荣 令马尔代夫融合多元文化 这个只有35万人口的国家 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 接近三万 占全国就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她们让马尔代夫 拥有了独特的魅力 这是马尔代夫最大的国际机场 距离首都马类两公里 每天这里都会迎来两千多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她们通过不同的交通工具 前往这个国家105个度假道 开启自己的梦幻之旅 马尔代夫 南北辖长753公里 当岛与岛之间相隔80公里以上时 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 每到旅游旺季 艾哈迈德亚西尔 醒得比海水和天空还要早 我以前经常想要从事电影行业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我还小 从奶奶家所在的岛屿回来 当时我很害怕 事实上我记得火下哭了 哭了整整一路 从小害怕飞机的亚西尔一定没有想到 许多年后自己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这是我的飞机 蓝色的 拥有44架水上飞机的马尔代夫 是世界上水上飞机最多的国度 亚西尔是48名本土飞行员中 子里最老的一位 我第一次飞行的第一天 当时我在马尔代夫第一次飞行 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 我的国家有这样的美景 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 对自己说 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只鸟啊 时代变迁 带给亚西尔飞鸟的视角 他并不知道千百年前 千辈们的感受同样如此 古代泛语中 马尔代夫的含义就是岛屿连坠而成的花环 每年宰生节到来之际 穆罕默德都会做一艘精美的船模 向大海献祭 在老人的记忆中 多泥船曾经千帆试过 事实上我并不悲伤 这是一个好事 至少有一些东西 我们应该记在心里 为了让后代鸣记 我们祖先的生活 两千多年来与海相处的历史 马尔代夫传统与现代并存 融合与变化从未停止 唯一不变的 是这碧海蓝天间永恒的美丽